4月16日晚,奔驰车事件女车主和西安利之星汽车有限公司达成换车补偿等和解协议。 和解协议主要内容包括,更换同款的奔驰新车,但依旧以贷款的方式购买, 对该车主此前支付的1万余元金融服务费全额退款。 奔驰方面主动提出,邀请该车主参观奔驰位于德国的工厂和流水线等了解相关流程, 赠送该车主10年一对一的VIP服务。 为女车主补办生日,费用由对方全额支付。 女车主的丈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处理结果满意, 并给妻子在维权过程中的表现点赞。 特别满意,特别高兴。 你有什么想对全网的网友说的吗? 我们勇管是我们勇管,但是大家是一起的奋斗的过程, 没有大家的支持,我们连换车都换不了。 你妻子一开始在4S店的表现,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她是个非常赞的一个女性。 据报道,4月16日,税务部门回应, 奔驰车主王女士支付的金融服务费, 实际支付给了第三方公司实为电资担保费用。 此外,北京美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公司发表声明, 再度致歉,并表示立即暂停该授权店的销售运营。 如果调查结果显示经销商存在不合法、不合规的行为, 将终止其授权。 记者从银保监会了解到, 对于近期媒体热议的奔驰女车主被收取金融服务费问题, 中国银保监会已要求北京银保监局对奔驰汽车金融公司展开调查, 目前调查正在进行中。